十平村李正看到宋晨也是双眼放光 好像看到了一座移动的金山 宋姑娘 你终于来了 我们等你好久了 之前我先忙 就等了 哪里哪里呀 只要宋姑娘愿意来 等多久都愿意 现在外面天还挺冷的 宋姑娘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们去屋里坐着说 宋晨笑着点点头 好 几人一坐下 李正连忙给他们倒了热水过来 憨厚的大男人脸上有些羞愧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这里只有热水 几人都笑了笑 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 等到李正也坐了下来 宋晨就开口了 不知道我之前在你们村 买的那一片山下面有没有土地可以骂 不需要凉田 荒地也行 宋姑娘是准备做什么 那片山我需要改造规划一遍 山下会建一个作坊 外面的石平村百姓 听到作坊两个字都沸腾了 北关村的人就是因为作坊才能赚钱的 如果他们村里也有了作坊了 是不是就说明他们的好日子也来了 这样一想 石平村的老百姓都仿佛看到了希望 宋姑娘 你那个作坊准备做什么呀 跟你们北关村的作坊一样 做药吗 你会在我们村里找工人 还是在你们北关村找工人过来呀 这两个问题基本上代表着广大石平村的百姓 你们石平村的作坊不作药 是一些别的东西 工人会从你们石平村找 工钱跟北关村的工钱是一样的 不过要求也是跟北关村的要求一样 说完 宋臣转向石平村的理政 这件事还要劳烦理政帮忙了 宋姑娘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 宋姑娘要买的地 我去帮你问问 看看村里有没有人愿意卖的 到时候 我再去你们村给你送消息 那就有劳理政了 我先上山看一下 身上规划 也是需要人手帮忙的 宋臣要把这些芦荟 有规模地培育起来 这样才能满足他以后的需求 石平村的理政 自然是迫不及待地站起来 走到门外 对着围观的老百姓说道 刚刚宋姑娘的话 你们自己也听到了 你们先回去想想 自己是不是合格的 然后来我这里报名 我再筛选一遍给宋姑娘 宋臣第一次在石平村招工 石平村理政 绝对要给他弄得满意的 这样 他们石平村也能有长久的利益 他们对这个心理政都非常的幸福 眼下听到他这样一说 大家都散去了 感谢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